看多了心灵鸡汤,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在社会生存,都是要和和气气,殊不知有时候过于退让,只会让自己更深处于弱势的位置。 在适者生存,弱肉强食的时代,我们首先要强大自己的生存气场,别让人认为,自己就是个软柿子,想捏就捏。 最好的做人知道,我不欺负你,你也别来欺负我,若你欺负我,我必反心,感觉有点耍流氓的味道,不过却很真实。 送给大家霸气的六句话,希望能够有所体会,做个合格的流氓,一,我不争,不代表你可以抢得知我性,失知我命,有些时候,有些东西,不属于你, 你就永远不会属于你,去争野徒劳,但博明智,才能宁静致远,可是我不争,并不代表你可以抢,有些人们就是属于我的,只是我看淡了,顺其自然,该是我的就是我的,但是你别横加干涉,想要从中拿走这些属于我的东西,相信人都是有脾气的,我并不会就这样顺从。 相信结果只是双方都很尴尬。 二,我善良,不代表我好欺负,人性本善,都希望跟这个世界能够和平相处,但是我的善良,你别当做是软弱,有些事情没有必要计较太真,你却真当回事,你只要压着我喘不过气,我也会反抗。 把弹簧压到底了,已经是极限,最终还是会反弹的,世界上就没有好欺负的人,只是想活得快乐些,一些芝麻小事,没必要去争得脸红耳赤。 可能我的安全范围是十米,你靠近到五米,我还能接受,让出五米是我的善良,毕竟还有五米的安全距离,但是要继续再往前靠近,相信人的本能,也不会继续忍让,不会任由你欺负。 三,我能理解,不代表我会接受,可能你对某件事的看法或做办法,是出自于自己本身考虑,想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,这种想法或做法可以理解。 所谓的人不为以天诛地面应该就是这样了,但是你完全考虑自己,而忘了别人,是过于自私,不代表我就会接受,很多事情都是相互的。 四,我不认识,不代表我怕事,现在MBA在场上互喷垃圾的话很常见,球员们也都习惯了,有的甚至就当做耳边疯,懒得去理会,并不是他们怕事,只是不愿意去弱事,免得影响自己的心情。 但是喷垃圾话,如果过分,超过人能够接受的极限,接下去就是也变成干架,而人在生活中,也是一样,作为一个理智的人都不愿意惹事,不想给自己带来过多的麻烦。 本来生活就很忙碌,哪里还有时间来处理这些无理取冒的是非,能避免就躲得远远的。 但是,如果你欺负人太甚,我并不怕,必然会反击。 我,我很讲理,并不代表我不翻脸不认人,有理走遍天下,这是历史来对是非的判断之法。 我很讲理,因为有理我心不亏,不会感到愧疚,但是请你不要永远对我这样想,讲理也是相互的。 如果单纯的我讲理,而你完全只是站在对你有利得的位置来思考,相信讲理已经没用,我也翻脸不认人,按照你的思维来跟你理论,最终只能是无休止的争吵。 六,我可以惯着你,也可以换了你,如果我是个老板,你的一些小毛病我可以惯着你,因为能一起共事是一种缘分,任也不是实权实美。 但是如果你越发不懂得收敛,自认为美女不行,相信我,我是绝对是可以换了你,因为这世界不缺人才,绝对是只是听从指挥的人。 如果我是你爱人,我可以挂着你的小毛病,挂着你的唠叨,挂着你的小气,但是如果过分干涉,无理由地找茬,相信我们生活在一起也没有意义,何不痛快点,各自散去,因为在这世界上没有谁因为失去谁而苦不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